我喜欢你 看着我的眼 我喜欢你的脸 贴着我的脸 我喜欢你的手 牵着我的手 我喜欢你的脸 吻着我的脸 时间在改变 你不要改变 因为我很爱你 不想要你放弃爱情 尤其则断的来不易 我爱你 真的是很爱你 说无意想 就这样继续爱下去 Zither Harp 时间在改变 你不要改变 因为我很爱你 不想要你放弃爱情 尤其则断的来不易 我爱你 真的是很爱你 说无意想 就这样继续爱下去 因为我很爱你 不想要你放弃爱情 尤其则断的来不易 尤其则断的来不易 我爱你 尤其则断的来不易 真的死很爱你 说无意想 就这样继续爱下去 尤其则断的来不易 我爱你 尤其则断的来不易 我爱你 我还真的很喜欢 我真的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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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欢喜欢 就这样继续爱下去 欢迎收听FM98.1 News98 音乐543 节目 我是马世芳 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下午三点 还有深夜十二点播出 刚才听到这首歌 来自一张全新的创作专辑 也是一位歌坛新人 他的名字叫做 颜爵 刚才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我喜欢 花虎 不我爱 我自己觉得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 这张专辑让我感觉的 这样子的作品 怎么说呢 我总觉得流行歌曲或者流行音乐 不管时代潮流怎么变 我们总期待有好的旋律 有唱得好的人 然后我们会特别敬佩能够自己创作的歌手 但是好像全才型的创作歌手 又能写出好听旋律 又唱得好的人 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找到 或者一直没有听到 让我自己很惊喜的作品 颜爵的出现在2010年 让我感觉到了一些惊喜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邀请他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光临颜爵 嗨 大家好 我是颜爵 我也非常荣幸可以上 四方大哥的电台节目 颜爵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 可能今天打开收音机 第一次听到你的歌 他们可能从我们的节目里面 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 但今天我们会有机会 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分享你这张 偶心力写的创作专辑 而且也有机会 听到你现场演出的功夫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 一点基本的背景资料 假如要简单的一两句话 像不认识你的人介绍你自己 你通常会怎么形容自己呢 我会说我小时候 就到美国去读书了 然后在美国待了十年 然后两年前 2008年我回来 然后带了我做好的demo 然后现在发片了 所以你在美国待十年 这十年是你几岁到几岁的时间 十岁到二十岁 那是一个人的 这个人格行程 最重要的阶段 嗯 你在美国到哪里 那个时候 我先到三藩市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旧金山 然后我是大学 因为考上了南加大 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到LA OK 洛杉矶 但我们在洛杉矶 只有住一年的时间 我就回到台湾了 了解 所以你等于大学没有拿到最后的文凭吗 我没有 我大学读了一个学期 只读了一个学期 南加大不好考啊 所以中间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你做这样的决定 对不对 你决定放弃大学的文凭 然后决定回到台湾来 这个过程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 好啊 那段时间我在南加大 因为我是读爵士表演系的 所以你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在 在休息音乐了 嗯 OK 然后我应该讲更早之前 就是我高中考试考完之后 我的成绩是 可以到UC博克来跟UCLA 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如果我去那些学校 我就不会是修音乐 OK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第一次坚持说 我要到南加大 因为我想要读音乐 然后我爸妈那时候就说 好啊 那你就去读 嗯嗯嗯 然后没想到读了一个学期 因为我在那段时间 所有的课程都是音乐的 嗯 我觉得很轻松 嗯 然后有点太轻松了 就 后来我 嗯 做了一个 一段影片 跟我爸讲说 我的朋友 在这边觉得这是四年的游乐场 嗯 但我觉得这是四年的监狱 哦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想要做一个 singer songwriter 你要做一个创作歌手 嗯 嗯 然后我就说 那我这个学期 我把我的写的歌 完整的做好成一张demo 嗯嗯嗯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回台湾闯一闯 走一圈 嗯嗯 然后我那段影片 我妈妈先看到了 嗯 然后我妈妈是很支持我的 是 那我妈就说 她会带回台湾给我爸看 哦 那时候爸爸在台湾 嗯 因为这几年来 我爸爸都是在台湾工作 是是是是 然后是我跟妈妈在美国 嗯 然后 我爸看完那个影片之后 嗯 他就打电话来 然后就说 儿子那你就回来吧 哦 所以他也 我觉得他有被 我想对他讲的话 嗯 感动到 是是是 雖然从小到大 我跟我爸爸相处的时间 没有那么多 嗯 但她是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仁慈 然后也非常开明的一个父亲 是 听得出来 从这个故事的简单版 我们可以感觉到父母亲 对你的梦想 有很多的包容跟鼓励哦 嗯 当然你有这样子的成长的历程 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 也会好奇 你决定要走音乐这条路 而且决定要以这个为你的事业 嗯 你为什么决定要回台湾来试试看 你不留在你比较熟悉的环境 嗯 跟你熟悉的朋友 有一部分的我是 嗯 觉得唱国语歌曲 嗯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亚洲人 嗯 然后呢 我才能讲出真正的 我的心声 OK 嗯 我爱心 心声 台语其实不是很多 没关系 虽然我是高雄 OK 我台语跟你应该 就算不是比你懒 也跟你一样懒 哈哈 所以你觉得用母语讲 用母语唱 比较能够表达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而且你希望把你的音乐的目标群众 定在你家乡的这些听众 嗯 是吗 嗯 其实我听你的专辑 有很多的感觉啦 当然 我想所有的乐迷听到你的专辑之后 会对你的旋律的能力啊 对你的演唱 还有甚至这样做你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自己包掉了 但是我想再拉高一点点来看 就是音乐风格这件事情 嗯 你的音乐养成的历程 或者让你决定要走上这条路 一定有沿路过来 越听越多 然后一路过来越来越多的刺激 让你开始决定要拿起乐器开始弹 然后到最后你做出这张唱片来 这个历程啊 你开头的时候是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开头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 那是我搬到美国的第一年 嗯 然后我未来会读的那个国中的爵士乐团 来我的小学表演 OK 然后我就第一次听到爵士音乐 尤其爵士钢琴 你听到一个中学生组成的Jazz Band 嗯 然后他们的老师也有跟他们一起表演 OK 然后我是听到一段爵士钢琴 嗯 我就吓到了 为什么 我才发现原来钢琴可以那样子弹 哦 因为他那时候爵士钢琴solo 永远是极星的 对 你有和弦 然后呢你就自己去弹了 嗯嗯嗯 然后我就觉得那种奔放啊 自由的旋律是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听过的 哦 然后他给我那个震撼大到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 我就想要去接触任何跟爵士有关的音乐 那个时候你其实还没有上中学 嗯 还没有 十一二岁 十二岁 十一岁 十一岁 嗯哼 在那之前你已经在学乐器 你已经会会会有在学乐器吗 已经会乐器了吗 其实也不算 算是会钢琴 因为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嗯 上过一个月的古典钢琴课 一个月 所以会最基本的东西 最基本的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 我不喜欢音乐 哦 就说我不要学了 我妈又好那就不要学了 嗯 直到就是听到那段钢琴solo 嗯嗯 然后我就说我想要再弹钢琴 嗯嗯嗯 我就去买了很多爵士的唱片 是 然后回来就开始听 然后开始去抓音 嗯嗯嗯 然后就 我之后也有开始吹伸锁喇叭 也是因为那位老师 因为他也是伸锁喇叭手 是是是 后来就投靠那位老师 让他教你更多 嗯 对 那个喇叭都是跟他学的 嗯嗯嗯嗯 然后呢钢琴就是一直都是兴趣 嗯嗯嗯 然后没想到现在会变成 因为我做编曲啊 或协曲 钢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器 没错没错 嗯 颜角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的名称 听众朋友把它记住啊 这张专辑叫做 谢谢你的美好 颜角在这张专辑里面 负责全部的作词作曲 加上制作 加上编曲 嗯嗯 当然你自己的乐器演奏 嗯 在里面你弹Keyboard Keyboard 然后也有弹吉他 啊 当然不用说主唱是你自个儿啦 嗯 所以大致上除了封面设计 不是自己做的 哈哈哈哈 几乎都自己搞定了啊 呃 做生命中的第一张专辑 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啊 因为我常常讲 第一张专辑 就好像小说家的第一本作品 这是你生命累积到现在为止的 一切的东西啊 嗯 一次出清存货 一次清朝而出 向世界宣告我来了 嗯 嗯 这样的经验这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嗯 而这张专辑在制作跟创作的过程 也有非常多的曲折啊 我相信你决定回到台湾来 到你现在终于发片 这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嗯 待会我们可以跟颜角来慢慢聊聊 呃 包括你的音乐 包括你回来之后 这个文化冲击也好 或者是面对唱片工业的这个部分也好 嗯 呃 但是今天的主角还是音乐 刚才颜角提到爵士乐 呃 是他走上音乐路的启蒙啊 从一个单纯的乐迷 变成要立志做音乐 而且这张专辑的收藏曲 是你跟你的同学朋友一起录的一首歌是不是 你说 呃 我的爱是三八吗 哈哈 那首是 对 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 呃 你在这张专辑里面 其实你用了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啦 或者是录音的方式啦 但这首歌 呃 放在收尾 我想应该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吧 耶 嗯 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 我这张专辑是 嗯 所以我写的歌曲 但我那时候是想要说 专辑上能不能放 三十首歌 我放四十首 哈哈 因为我想说 这是我第一次要表现自己 啊 然后我有 我有太多歌了 是 那个唱片公司就说 没有啦 就第一批先出去嘛 是是是 所以这第一批就是十一首 嗯 本来是十首 但是这一首我 我很坚持说 我希望可以在这张专辑上 是 我的爱是三八 嗯嗯嗯 因为它是我在 呃 L.A.的时候 跟我从小到大 一起长大的那个 最好的朋友 还有我在USC的好朋友 是是是 我们一起 呃 jam出来的一首歌 嗯嗯嗯嗯 然后那时候在录音室 我只是想到了最前面那个 I don't want any 的那个旋律 啊 然后我把它写在 那个 卫生纸上面 卫生纸 OK 就写了五份 然后就给鼓手 背手 我最想念的就是 我在L.A.的那些朋友 是 是是是 我们今天要提早把 这张专辑的这个 这个 闭幕曲 拿来给他听一下 然后 我希望大家仔细听听看 这个小鬼 他的音乐实力 是很不含糊的 我们听听看这首歌 叫 我的爱四三八 四三八是三个阿拉伯数字 这边叫 我 你 你 你是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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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贴着我的脸 我喜欢你的手 牵着我的手 我喜欢你的口 吻着我的口 时间在改变 你不要改变 因为我很爱你 不想让你 缝起爱情 尤其这段的 来不一我 爱你真的是很 爱你说一想 就这样继续爱下去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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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在改变 你不要改变 因为我很爱你 因为我很爱你 不想让你 缝起爱情 尤其这段的 来不一我 我爱你 爱你真的是很 爱你 说一想 就这样继续爱下去 我真的真的很爱我真的真的很爱 我喜欢不我爱 真的真的很喜欢喜欢 我真的真的很爱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喜欢 就这样继续爱下去 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放过的那首歌 各位听到了吗 现场唱跟唱片唱起来的 那个稳定度是一样的 但是现场听格外有种生动的气场 气场不一样了 今天在现场的特别来宾是 严爵这位年轻的创作歌手 他刚刚发行他的第一张 个人创作专辑 这张专辑的名称 就叫做谢谢你的美好 这是严爵 呃 呕心立血的作品 而且我们刚刚在访问的时候 严爵提到说 他本来一度想我的第一张专辑 应该可以放个三十首或四十首歌 因为歌真的太多了 呃 你到底写了多少首歌 在出专辑 到出这样专辑为止 你现在有多少首个人的作品 我是没有再仔细的算 呃 是应该有两百多首 两百多首 所以接下来十年份的歌 你都写完了 哈哈哈哈 好 呃 这张专辑是 有让我们感觉到了 至少我自己听起来 是在台湾的流行歌坛 很久没有感觉到了一种清新的味道 并且在音乐的实力上 所谓的musicianship 或者说在composing 就是作曲或者是编曲的各个层次 我听到了新鲜的气味 听到了相当雄厚的实力 但是也听到了一股 出生之毒不畏虎 还没有变成流气 或者油调的这种 呃 新鲜的感觉 这是我喜欢言诀的地方 谢谢 呃 然后刚才我们其实聊到 回台湾来出唱片这件事情 嗯 然后呃 我知道在这之前 你在美国后执实力啊 养成的过程 有大概十来年的时间 嗯 朝这条路上走 但在这之前 你在美国呃 公开演唱的机会多不多 表演的机会多不多 呃 公开演唱的机会是零 零 所以你从来没有登台 都是自己在家里做音乐 跟朋友玩音乐这样 有登台 但是都是当乐手 哦 我是到很晚才开始唱歌 OK 18岁的时候开始唱 是是是是 所以基本上你并没有 在舞台上面 站在中间 嗯 永远都是站在后面 默默的弹贝斯啊 或者是人家舞群在前面跳 我在后面弹钢琴 嗯 然后不然就是跟整个乐团 在吹喇叭 哦 是这样子 OK 所以呃 回到台湾来之后 我知道唱片公司 要怎么 怎么怎么 怎么帮你推到市场上面去 他们花了很多的 费了很多的功夫 嗯 伤了很多脑筋 嗯 其中包括他们安排你去密集的 做 Live House的巡回 对 之前 当时专辑还没有出 之前先出了一个EP 对不对 对 就是EP的时候 困在台北就先 跑了40场的 Live House 40场 40场是多久的时间 唱完的 那个时候花了 三个月不到 可能两个月 两三个月的时间 唱40场 这个我想 就放到国际标准来说 也算是蛮糙的行程 这一趟40场的巡回 唱下来 给你自己的收获 或者给你自己的挑战 是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练习机会 怎么说 尤其是跟 观众讲话 那方面 因为之前我在 算是在录音室的时候 跟 跟自己人 话都已经不多了 就是跟 Andrew老师 或者是跟黄婷 我们在录音室 我的话 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现在要跟 陌生人 然后呢 反而还要更多话 是 不然就是 你每弹一首歌 就冷场个 三分钟 然后再下一首歌 也播OK 所以这方面是 我觉得 我得到 最好的练习经验 所以你后来 怎么克服这个问题 刚开始 我是每一场 表演前 我就先写好 可能写个午夜 写小照 然后呢 钢琴上面 都贴满了那个字 哪一首歌 后面要讲什么 对对对 然后呢 后来 静静不用小超了 后来我就开始写 我写十个问题 然后 这是我在 每表演完一首歌 我会问自己 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去 回答给观众听 就好像 就好像现在 你在问我问题 但我自己扮演 我是你 然后我也是我 你问了自己 什么问题 比方说 比方说刚刚那首歌 你会问自己什么 我喜欢 刚刚那首歌 就说 当初为什么会写这首歌 灵感来自于哪里 这个问题 好像每首歌都可以问嘛 对 但是你要变一点 不同的画样 对不对 刚刚炎绝的 跟他聊 还提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炎绝提到说 他决定回台湾来 是因为你觉得 用母语 写歌 最能够表达你的心声 而且你希望能够 唱给台湾的听众来听 很有意思 因为我认识不少 跟你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 他们在 假如是你这个年纪就出国 而且长期在美国 那个环境里面长大 他可能已经蛮融入 那个环境了 也不见得会 那么 在意 是不是要维持母语 这个事情 通常这个是家长 特别在意 小孩通常会被逼去上 中文学校 你自己是 是怎么去看待 用中文写歌 用汉语唱歌 这个事情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在家里 跟我妈妈都是用中文讲话 是 然后我觉得很熟悉 就是因为那毕竟还是我的母语 就算我现在其实 英文应该是比国语好一点 但是讲那个语言的时候 我觉得很安全 OK 然后跟我妈妈去像 中国城啊什么 或者是去 华人的超市 是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at home 看到很多就是 亚洲人面孔啊 然后可以跟他们就是讲国语 我就觉得很开心 比较自在哦 我觉得就算我 没有做音乐 嗯 没有 没有说出唱片好了 然后我可能是在美国工作 嗯 我觉得在我人生 我一定也会有一段时间 是想要搬回 回来到台湾住的 OK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国家 很喜欢我们的文化 嗯嗯嗯 然后我就是很喜欢用国语 嗯 嗯 跟人沟通 哦哦哦哦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语言这件事情 它始终保留在你的本能这个部分 然后当然你妈妈也持续让你不要把这个东西丢掉 嗯 对 但是用中文写歌跟你从小听的音乐 用英文填词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了 嗯 所以创作上面应该会有一个 要去克服的曲线吧 这个部分我其实也蛮好奇的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来听一下炎爵的歌好了 诶 你再唱一首好了 再唱一首啊 再弹一个什么来听听吧 好 我们今天就很轻松 我们想到什么就唱什么好了 那刚刚有提到那个 之前发的EP 困在台北 困在台北 那我就唱 那时候在Lifehouse 每一场都会唱到的 OK 困在台北 困在台北 这也是言绝让这个世界认识它的第一首歌啊 这样讲起来 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什么时候做的决定 一个从小没有唱歌习惯在人情上当歌手 这一刻决定才能认识 讲那个名单好像没有 爸爸妈妈姐姐先都呈现全力为我加油 但从一个大学身边 午夜有名目前没有工作 所以我画家里的钱画的是越来越来的内疚 本来以为从L.A.飞到台北 长迷宫是想前走 搞了半年连满个合约都本不成半个下落 我们的土地 台湾的声音 作曲家赖德河 用音乐诉说在地的故事 安魂曲 抚慰921的痛 香音 呈现宗族祭典与扶老文化 5月16下午3点 台北典藏艺术餐厅 作曲家赖德河 与您分享音乐创作的新路历程 请下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0423391141转151 喜不喜欢这里 喜欢 喜欢我还是喜欢这里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小孩 在孩子身上看到最真的自己 从心意过来三十分钟 在最真 最善 最美的地方 找回全家人的生活 桃子角完全中小学旁 北大真善美 35016345 欢迎回到FM98.1 News98 音乐543节目 我是马仕方 今天在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创作歌手岩绝 岩绝 他的名字怎么写呢 岩是严格的岩绝 是爵士乐的绝 这是你的本名吗 这是我的艺名 OK 所以你取这个艺名 当然就有它的为言大意咯 因为你热爱爵士乐 对不对 是 对 而且是一种精神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 爵士乐的那种喜悦 因为现在爵士乐不是主流了 那我希望 我还是做流行的音乐 但希望现在的人 听到岩绝的音乐 就有如我第一次听到 爵士音乐的那种开心 是 做音乐玩音乐 而不是被音乐玩 岩绝虽然很年轻 今年21岁是吧 刚满22 上星期22 22岁是 19 等一下 199 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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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988年出生的 但是手底的功夫并不含糊 我们听到这个 极代音乐人的家底 都沉在他的唱片里面了 谢谢 这张专辑从 从你回台湾 开始接触台湾的音乐圈 到开始发EP 到巡回演出 到最后终于发片了 这中间经历好多好多事情 刚才你在自弹自唱的首歌 困在台北 其实就是当初 当初的一些新生嘛 对不对 里面很生动的写嘛 每天早上吃美儿美汉堡加蛋 每天晚上都看过爱意做回 但是还没有遇到 相信音乐之前 是是是 你要不要讲一下 回台湾来那段时间 你一定有一些文化冲击 也一定有一些挫折 那个时候你经历了哪些事情 然后有什么事情是你当初回台湾的时候 想象最不一样的 好 那段时间 因为我老家在高雄 但是我上来台北 然后一个人租了一个算公寓 然后在那边 我在每天除了做demo之外 我也在台北也没有认识的人 是 就过着 就是在等待的那种日子 然后我其实才 写困在台北那首歌 我其实才搬到那边住一个月而已 一个月 是 但是因为 那一个月前 我是决定要大学休学 然后demo都做好 然后已经整个ready好 要回来 是 这种心态 是 然后那一个月是 nothing 零产物 就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只是一个人住在台北 然后那个 那个落差 我觉得太大了 我就把它写成 困在台北这首歌 当时 我们从这首歌 感觉出来 那时候 完全从你原来的人际网络 脱离了 然后 回到台湾 单单实施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 一个人过日子 通常我们会想象说 像你那个状况 应该会先上网查一下 几个唱片公司 跟他们的ANR 联络一下 想办法寄demo 或者透过认识的朋友的朋友的长辈 什么去寻找关系 那个时候 你怎么开始这些 对 你最后讲的 那个我有做 就是透过家庭的朋友 是 因为我们家 本身跟娱乐圈 其实算隔蛮远的 是 然后因为我爸是医生 对 然后也没有认识 在娱乐圈里面的人 是 然后最后是透过 我二姐的朋友 OK 她的妈妈 的朋友 这个还一表三千里 好 的女儿 OK 然后就是黄婷小姐 哦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还不错嘛 就就就就就就碰到了 碰到了我们的黄婷小姐 对 好的贵人 是 真的我觉得很幸运 好 贵人在现场 黄婷黄婷过来 你今天带着言诀来上节目 你要出点声音让我们听 好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一下黄婷小姐 黄婷小姐是相信音乐的 NR部门的大将 然后她曾经出了一本书 叫恨声歌 她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 当代华语歌坛的作词人 好 我讲这段话是为了让她有时间 走过来麦克风前面 黄婷一讲一下 你第一次听到 言诀的音乐的时候 是什么状况 我们还原现场一下好不好 好 那就是要描述整个状况 对 你要靠近一点 不然我们听不到你讲话 因为其实平常 就是我们 因为AMR部门 平常约我们的人蛮多的 因为我常常收到很多demo 有很多想当明星的人 会寄demo过去唱片公司 对 有很多喜欢音乐的人 OK 以及想当明星的人 是是是 那其实 大部分的时候 我都会 只保留的态度 可是她的状况蛮特别 是因为她 她 连络我的那一个人 是她 妈妈 二姐的朋友的 妈妈的小孩 之类的 对 对 那个人联络我很久 然后她还跟我妈讲 哦 她动用到这一段关系来 对 她还请我妈打给我 通常假如我是你的话 我会很不想听 对 对 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 这种一定就是 就是那种 就是想要红的人 是是是是 对 所以我刚好那阵子很忙 所以我是常出国 所以我就一直跟她说 不行我出国 但是她非常执着 OK 她吵了我两个多页 我后来就觉得说 我一直在 接着个人的电话 我想要结束这件事 随便敷衍一下 对对对 轻轻拉倒 然后说 我们会跟你联络哦 通常是这样吗 对对 因为我比较 不是那种就是 会糊弄你 我想说 好 那我见个面嘛 就是至少说 让她死了心 至少跟她讲一下 就是小朋友 我跟你讲 娱乐圈很残酷的 对对对对 之类的 是 小以大意 OKOK 对所以我们就碰面 你就跟她碰了面 对 好 妍娟那天 你第一眼看到 黄婷的时候 有什么印象 印象 嗯 嗯 我已经不记得了 你带着你的demo 两年前 嗯 然后带着你的CD 我只是我记得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很紧张 嗯嗯嗯 在那之前 你有跟其他唱片圈的人 接触过吗 嗯 也有 嗯嗯 然后 就是也有 也有机会 但是我只记得 那天晚上 真的黄婷感动到我 哦 嗯 这段我来讲 好啊 就是你听我demo的时候 因为 我到台北之后 我已经那个demo 做好很久了 是 然后黄婷 他听我的demo 是从头到尾 他没有按 快快 是 或者是也没有 跳到下一首 OK 他就真的把我 这几年的心血啊 嗯嗯嗯 然后我所有的歌曲 从头到尾 就这样听完 是 然后我那时候 心里就在想说 哇 如果 如果这个唱片公司 相信音乐 嗯 对我有兴趣的话 嗯 那一定就这一家啦 我只想要这一家 OK 然后就因为 我那天晚上太感动了 嗯嗯嗯嗯嗯嗯 哦原来有这么一段 然后黄婷在感动完了之后 就把他的demo 带回公司去了 是吧 对啊 然后 然后你们老板 什么反应 我们老板就 也跟我一样 就从头到尾听完 因为他很认真 他做了一本歌词本 哦哦 然后他写完歌词 他还写他 为什么要 写这个歌 就是每一首歌的说明书 都附在里面 对是导听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 就照着他走 OK 然后老板就听完了 然后他第一句就说 我很想签啊 哦 然后我就愣上那边 因为照理说 我觉得他应该要问一些其他的问题 是 比方说长得帅不帅啊 对啊 几岁啊 然后能不能上电视啊 OK 背景是什么啊 哦 他全部没问 完全没问 对 他就听完了音乐 他就说他想签 是 相信音乐的陈永志先生吗 嗯 是 就是他 好 所以言决虽然一开始回台湾 吃了一点点小小的苦头 但是听起来到出唱片为止 还不错碰到对的人 嗯 因为老实讲 我们听到很多很多故事 是出了片 但是碰到不对的人 最后音乐也不是 长得自己喜欢的样子 自己也变成 自己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 没有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这张专节我们听得出来 言决其实保留了 你在音乐上面的想法 嗯 没有 没有在某些案例 最后被扭曲成 要去刻意迎合谁 或讨好谁 光是相信音乐 愿意让我做自己的制作人 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是是是 当然啦 这个勇敢的第一步 跨出去了 我们也听到了 言决在里面发光发热 而且相信音乐 清朝而出啊 还把这个 同门师兄 师姐都抓来助阵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叫做救命恩人 这也是你的 你的自传式的歌曲嘛 就是写的歌给别人 发现你的歌被叫做非主流 也算是 这是三年前写的歌 然后这就是我从做 只有做编曲 到写我第一首流行歌曲 就是这首歌 哦 那个转换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不会唱歌 所以我就说 那我写一首饶舍的 至少我的话 我可以用讲的 所以你还没有正式要当歌手的时候 你试着用rap的方式试试看 结果放在这张专辑 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作品 师兄师姐都请朝而出 Magic Power 叮当跟宇宙人 在这里面跟你合唱 真的谢谢 这首歌叫做救命恩人 那些都不流行 乃听我 乐趣都会太迷 和尘都会太急 那些都太Jazzy 太戏 三年 通过忘了三年 音乐找到妥协 因为稍微妥协 没有些 那我们说的流行 Music成分OK 我们都不承认 DG有比以前 好听一些 也DG有比以前 乃听一些 所以在这首歌 解释一遍 让我听到宇宙人说一遍 流行不流行 是好听不好听 跟个的难度 一点都没关系 流行不流行 是耐听不耐听 跟个的难度 一点都没关系 流行不流行 是好听不好听 跟个的难度 一点都没关系 不流行不流行 是耐听不耐听 No New Year's Day To celebrate No Chocolate Cover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 to sing In fact here's just another ordinary day No April rain No flowers bloom No wedding Saturday Within the month of June But what it is Is something true Made up of these three words That I must say to you I must say to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how much I care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No summer's high No summer's high No warm July No harvest moon To light one tender august night No autumn breeze No falling leaves Not even time for birds to fly to southern skies No Libra sun No Halloween No giving thanks to all the Christmas joy you bring But what it is But what it is Is something true To fill your heart Like no three words You'll ever do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I just called To say how much I care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And I mean i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欢迎回到FM98.1698音乐五四三节目 我是马之芳 刚才你听到的是炎爵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演唱这首 大家很熟悉的Stevie Wander的老歌 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炎爵从木吉他换到了键盘 然后让我们再次见识到他的音乐的实力 Stevie Wander我也非常喜欢 我跟你说我的手机铃声是superstitious的前奏 Oh nice 我在听炎爵音乐的时候 当然很清楚可以感觉到 炎爵对于整个当代流行音乐史有自己消化过的自己的品位 当然不只是你刚才念字在字的爵士乐而已 包括历代的西方流行音乐的主流风格 其实你都能够掌握到 这样的自我养成 包括刚刚这首歌 这首歌登上盘盘盟冠军的年代你还没出生呢 这首是蛮老的歌 是80年代初期的歌 所以你是在你怎么去在这个过程里去听到跟你同年纪的朋友 不见得会听到的东西 还是说你在美国的成长的环境 你的朋友其实什么音乐都会听 然后就一路往回听 就听到很多这样的东西 然后让你可以去累积对于 我觉得流行音乐有流行音乐的文化教养 你知道吗 这首歌是 好像以前我爸爸有听 但是对于 Stevie Wonder 我还不知道这首歌是 Stevie Wonder 直到我在中学的时候 然后我的爵士老师 跟我讲说 你要去check out Stevie Wonder 然后就说 他就唱这首歌的人 然后就听到 Sounds in the Key of Life 那个album 然后就觉得 他的音乐真的是经典 那音乐跟我年纪差不多 然后你从早年的这些经典的流行专辑里面 你发现了什么惊喜的东西 让你做音乐的态度之后 有了不一样的转变呢 我发现 我们就讲 Stevie Wonder好了 他的musicianship 真的很高 他的musical lexicon 他用的音乐的语言 是你在一般 mainstream好了 比较主流的流行音乐 不会听到的和弦走法 OK 可能是你在John Coltrane的爵士C里面 才会听到的一些 但他竟然运用在他的流行音乐里面 而且就算不懂乐理 听了也都会喜欢 这个是最令人惊讶的功力 就是画功夫于无形 真的很谢谢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你在自己在创作的过程 一定会受到这些前人的影响 然后一路一路去慢慢找到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寻找自己的音乐语言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怎么在这过程里面 去意识到前人的影响 跟自己的原创的东西 我觉得是你要 你要把你最喜欢听的音乐 因为你想要做的音乐 最后就是你要做你自己喜欢的音乐 当然当然 然后你去找 什么样的音乐你最喜欢 那那就会是你的sound 那当然你的音乐 可能有包含了 很多很多人的influence 像谢谢你的美好里面 我就有一首歌是专门为 Stevie Wonder制止的 我们现在在背景听到的这首歌 爱给的不够 对 然后我其实不只听爵士 然后或者是Stevie Wonder 我还会听像Incubus 也会听Conell West 也会听Jason Mraz 然后就像我刚刚讲到John Coltrane 但是他虽然是爵士的音乐 对 但他也算是 我觉得他也算是一种mainstream jazz 就是他把之前Charlie Parker 只吹Bebop的爵士的东西 他把它进化到Hardbop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他跟Miles Davis Miles Davis最后走成cool jazz 对对对 但是Coltrane他自己发明了他的那一套 然后那是 我觉得对我来讲 那就是酷的音乐 所以像现在很多人听到流行音乐 他们会想要去学一首歌 或想要去KDVK 因为他们觉得 可以唱这首歌 他们很酷啊 因为这是一首很棒的歌 那我在听Coltrane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有那样的感觉 然后我就会想要去学所有Coltrane的 像Giant Steps也好 然后Naima 就是可能是50年代的主流歌曲 是是 但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还是很经典 是是是 其实我在 我们在听流行歌曲的创作者 尤其是创作歌手 有我们讲两种大概的典型 一种是像炎爵这样子 其实是从小学音乐的 然后乐理的掌握非常清楚 然后乐史的掌握也很清晰 可以讲出很多音乐背后的脉络 另外一种可能是素人出身 可能连吴谦普都不会写 他可能作曲跟创作的方式 就是拿把吉他和弦NNN就出来了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两种创作的路径 最后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 用耳朵听 然后用自己的感觉去描述 最后包括演出的方式 也是自己去慢慢去找到 但像言觉这样 我们从刚才你讲 不像Coltrane对你的影响 或者你对音乐历史的熟悉 或者乐理的分析 彩谱的能力 这是你在学音乐的过程 学到的本领 但是最后我们回到流行音乐这件事情上 很多经典流行歌曲 它可能就是AABA最简单的结构 两分半钟搞定 然后旋律用到的音并不复杂 那你怎么样在这过程里面去 去找到复杂跟简单中间的平衡呢 因为你知道学了很多本领 有时候会想一下子全部用上去 我觉得最终 就像我救命恩人的副歌讲的 就是流行不流行是好听不好听 跟歌的难度一点都没关系 没错 因为我觉得到最后 会流行的歌 或会被人家label成经典的歌曲 它永远都是有一个最完美的旋律 它不一定要是像Coltrane那样子的手法 那才说那才是最好的音乐 其实你只要好听 然后呢那个就会是现在的流行乐 那我在自己写的歌曲里面 我最注重的也就是 要有一个好听的旋律 然后编曲那些都是其次 就这首歌 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开始在编曲 就是我自己不知道那叫做编曲 我在国中的时候接触到一个音乐软体 叫做Fruity Loops 然后我就开始 然后我后来发现那是DJ们在用的软体 那我那时候就说 哇好酷 我今天如果听到一个bass的part 那我要把它弹出来 我就选一个bass音色 我就可以弹了 然后我听到一个鼓的beat 我也自己就可以把它打出来 然后自己加吉他自己加钢琴 就觉得很好玩 所以就是你14岁15岁那个时候 就人家可能在玩那种RPG 线上游戏的时候 人家在打魔兽 你在做编曲 我就完全沉迷在这个软体里面 OK 然后到现在我觉得 它对我流行音乐的创作 有很大的帮助 是是是 就是我把它编的 还是现代人 大家听了都会觉得好听 又可以接受的 那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不要最后写了一个旋律 你自己觉得很好听 但你呈现方式是 是人根本没有办法去 去喜欢 是是是 那就没有意义了 呃这个机台介绍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做唱片 这次你出事提升 相信音乐就让你自己来 来处理自己的音乐 当然有老师跟你一起合作 但大致上他们尊重你的音乐上的决定 呃自己当自己的制作人 自己要选择 比方说你录了86个track 你要选择哪个track比较好 或者说呃你在编曲的时候 这个音色也不错 那个音色也不错 最后你要选一个出来用 我我如果想要玩一个东西 我说我编曲我把它编成这样好了 嗯嗯嗯 他就说那就玩了 哦哦哦 然后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唱片公司 呃沟通 嗯 因为我比起年纪比较小 然后还是觉得要尊重长辈 OK 他就说没关系你就跟我讲 我去跟他们讲 哦 然后就是有他在 让这整个过程就变得很顺畅 是是是 所以我们这次看到 共同化制作 研究自己跟朱敬然 Andrew 老师 哦 共同化制作人 但你们其实有这样的 呃算是分工吧 对 哦 应该是我 technically我是制作人 然后他是supervisor 他是顾问 制作顾问 呵呵呵 在你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 他可能提供一些 他的建议 或者说 呃 在一些 呃 已经 已经当局者迷的状态之下 嗯 他帮你 稍微踢一脚 或者退一把 yeah 呵呵呵 那你讲一讲 这是制作自己的这张专专 你自己觉得做完之后 自己最大的学习跟收获在哪边 最大的学习是 我觉得是 dubbing的过程 呃 就是 dubbing就是重复的 跌路 从我编曲里面 所有都是 MIDI的乐器 到 全部用真正的乐手 OK 嗯嗯嗯 因为很多是很 很technical的东西 是 然后 很技术上的东西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从十年级 就高一的时候 嗯 我就变得 比较 叫自闭 哦 那为什么 是因为我自己家里 建了一个小小的录音室 OK 然后我在那里面 我觉得那是最棒的世界 我可以在我的录音室 呃 一个weekend都不出去 OK 然后 就宅在里面 自己做音乐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 我就会自己做 很多的production 但是 就是我只做beat 加可能加bass 加吉他 是是 那现在是我自己之外 我要去找那些 专业的studio musician 嗯嗯嗯嗯 然后呢 他们要把 我做好的demo 做的东西 再重新弹一次 嗯嗯嗯嗯嗯 然後呢,彈成就是CD quality的,高音質啊,然後resolution也很好的 是是是,那你必須要負責跟這些樂手老師溝通,他們有的人可能年紀是你的兩倍 哦,對,所以這個時候Andrew哥又真的很幫忙 嗯哼,這過程裡面你自己覺得最困難的也是哪個部分? 最困難的? 對啊,做自己的唱片 最困難的是我永遠都不會滿意 就是我今天這一首歌可能是三個月錄好的 然後呢,我已經開始在錄五、六首其他的歌 我再聽到我三個月前的那一首,我會想要再去重錄一次 或者是我整個專輯聽下來,我還會跟公司說,能不能再換個五首歌 聽說這張專輯已經快要進入mastering階段的時候,最後還有再做一些動了一些東西對不對 對,mastering的時候,夏日Roman的時候,我突然聽到一個電子的大鼓在後面 因為我回去重編好了,他說沒有人到mastering還在重編 這公司也是挺寵你的啊 不好意思,浪費了公司不少錢 不過這張專輯錄音真的非常好 我相信對這個研究來說,這一次的製作經驗 也是讓他的音樂的夢想真的可以盡量的伸展開來 至於什麼時候該停手 這張專輯到了mastering的階段還可以重編 我真的也沒有話講了 好,你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現場聽到的這位年輕又才華的音樂人 他的名字叫顏爵,你要記住這個名字 我們接下來聽一下剛才我們開場的時候他唱了steve ronder的歌 接下來我們要聽一下唱片裡面 他向steve ronder致敬的這首作品叫做愛給的不夠 愛是那個小寫的愛 就是我給的不夠 我給的不夠 我給的不夠 這首歌你用什麼樣的方式向steve ronder致敬 我們要怎麼去辨認它 你只要聽這首歌的編曲 它是很瘦的編法 是靈魂音樂的風格 嗯 秋風輕雅秋月明 你的心是在哪裡 連著我的憂愁 琢磨都不定 東邊日出西邊雨 天南地陪看著你 我是你的lady 就發成風情 那麼多感觸 可可不如 這樣像的風吹孤孤 我只能說 我給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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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離開 我給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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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離開 我 我今生无悔今生错 为了什么太执着 一个糊涂念头 从此不自由 欢乐去愿离别哭 躲进入沧海处 那人怎么不再等我来相处 曾经的幸福不容 多少人遇到灯 等一个知道我认真 认真的没有恨 恨不了爱过的灵魂 虽然是吗 远之背负 懂了追寻的幸福 等到了什么 现在又在痛苦什么 好与坏 需要点时间沉变 沉变需要点时间 沉变时间需要绝点 太多事情在改变 好听好听 刚才听到的是 严爵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演唱 这首曲叫做 需要点时间沉淀 要是听众朋友 你有在玩吉他的话 你会听得出来 这首歌的吉他的声音 听起来不太一样 是的 接下来进入吉他教学时间 严爵教我们一下 这首歌你用了一个 自己发明的 一个调选的方式 对不对 Dad Gad 因为把Low E 我把它变成了Low D 那一般Drop D tuning的话 就是只是把这个转 但是我的Dad就是D A D 然后呢 我上面 最上面的两个我也转了 就变成G A D 对也不太一样 好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只要Bar the Chord 其实听起来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然后会出现很多 那个跳四个音的音节 Fourth 所以他的Minor 就会变成Minor Eleven 就是小调里面 还会加上那个十一在上面 我完全不知道他刚才讲什么 听起来很不错 好 所以这个是严爵在录音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 特别试了一个不同 其实很多吉他手会试不同的tuning的方式 这个其实我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 然后呢自己在那边玩 乱转 因为我那时候听到的是 就是这个Riff 但是呢我用一般的tuning弹不出来这几个音 所以我想说怎么样我可以用这种弹法把它弹出来 然后沉淀的这个前奏就出现了 所以这首歌是从这个前奏发展出来的 然后整首歌其实这个Riff还是会一直在后面垫 嗯嗯嗯嗯嗯嗯 好听好听 其实这个让严爵稍微跟我们解说一下 整个音乐背后 他其实用了很多很多的心思 不管是在创作的过程 在编剧的过程 在旋律的安排上面 演唱的方式上面 每一首歌都用心 每一首歌在专辑里面也都附了一段使用说明 哈哈哈哈 使用说明 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那我知道 演讲到目前为止创作的不止两百首歌 诶最后你是怎么挑出要放进去的这十一首的 呃最后就是觉得有一个formula 我们就是说刚开始要high一点的 哦 那就找那两百首两百首歌里面比较high的 那就追寻 有没有 其实这几首很多都是比较最近的歌 嗯嗯嗯 比较新的创作 比较新的 然后它会可以反映出我呃就是现在的我的心情 嗯嗯嗯 那如果我去拿一首可能两年前写的歌 嗯嗯 那可能就比较不一样 嗯嗯嗯嗯嗯 但当然里面也有两年前的歌就是困在台北 OK 那就是它也要解说一下我那个时候的心情 是是是 那是对自己也是对这段时间的纪念哦 嗯嗯 一个纪念 那你自己觉得在呃 呃你你你你你开始写歌其实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了 嗯嗯 对不对 但是呃 决定做歌手虽然是比较晚的事情 但是也累积了一段时间的历练哦 嗯嗯嗯 呃这几年你自己觉得你在创作上面呃有什么样的变化跟掌进 呃哦掌进是我觉得 钢琴进步了 OK 呃吉他进步了 嗯嗯嗯嗯嗯 然后唱歌也进步了 嗯嗯嗯嗯嗯 那是superstation 哈哈哈 不好意思我刚刚我手机响了 就是为了向全世界证明我的手机的前奏真的是 哈哈哈 Steamy Wonder 没事没事继续好 嗯嗯 呃 呃钢琴进步了 吉他进步了 天方夜谭的一个目标 但就是我希望在五年之内 我可以达到 Stevie Wonder的vocal 的那种程度 你达到必须要有一些操作型定义吧 达到什么 达到就是像Stevie Wonder的 他的vocal的掌控度 就是他一首歌他要怎么转 从一个合影转到下一个 他要怎么转就怎么转 他情绪来了 要唱多高就唱多高 我希望五年后的我 可以做到这样 哇五年后的颜角也不过27岁啊 好然后呢 Stevie Wonder的转音真的很漂亮 而且一听就是他的风格 而且是很有音乐性的 对对对 你现在当然还 自己觉得还没有办法达到 但是我要让你示范一下 我送一个reverb给你 你示范一两段 他的那个转音好不好 比方说 像 Baby but honestly 就是他的 on honest 他就会有一个scoop下来 嗯 Baby but honest 他怎么感觉唱台语歌 嗯嗯嗯嗯 那很多都是像把 pentonic scale练好 就是 就是像这样子 有有有就是这个 就是六个音 对啦没有错 有像有像 好 通过我的随堂测验 流汗流汗 另外一个我觉得在 我相信 严格在 在美国长大这件事情 静音在那样的音乐环境里面 跟朋友一起玩音乐 跟同年龄的孩子 假如在台湾长大的话 会有一个蛮不一样的事情 至少我自己感觉上是 台湾的孩子 假如在成年之后 从头回去要 要钻研音乐 通常他们都会告诉我说 他从头学的是律动 是groove 嗯 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是藏得很深很深 找不到的 对 嗯 你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呢 呃 groove对我来讲是 因为我也打鼓 嗯嗯 所以他是比较 像second nature OK 你不会去注意到你自己 但是 他那个groove在你的心中 一直在的 嗯嗯嗯 然后你是把其他的乐器 搭在那个groove上面 是是是 嗯 所以其实你不太会去想这个事情 嗯 就是他已经变习惯了 嗯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小孩子 真的如果他们要学乐器啊 嗯 呃 第一个乐器给他们学鼓 其实是很好的 学鼓 因为他们也不用去在乎乐论 或者是和弦走法 但他们就可以去享受 节奏 是是是 不过爸妈要准备点礼物送邻居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在在美国比较OK 因为大家读动的嘛 嗯 在台湾 呃 可能要想想办法 真的 我做demo 现在也是邻居会来抱怨 真的哦 哈哈哈哈 不过耳朵好好保养 耳机不要戴太久 嗯 你还年轻 耳朵还很健康 哈哈哈哈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严格 把吉他暂时放下来 要要换到这个 键盘上面去啊 他要来 唱一首歌 要来 展示一下 爵士乐 即兴的功夫 嗯 其实 刚刚我们都已经见识到 炎爵的 现场的功力了 但这一首它特别要 要让我们感受一下 不一样的东西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这首曲子 嗯好 这首歌叫做 Just Friends Just Friends 然后它最有名的cover是 Chad Baker做的 哦 然后Chad Baker也是很棒的音乐人 是 它是小喇叭手 也是歌手 是 但它其实不会写 呃 五音谱 嗯哼 然后呢 它也是全部靠耳朵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诠释方法很旋律性 嗯哼哼 那我也想用它的方法来诠释这首歌 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 炎爵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来唱 来演奏这一首也算是一个standard的曲子了 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它是一个经典曲目 Just Friends 我们来把现场交个言诀 Just Friends lovers no more Just Friends But Not Like Before To Think Of What We've Been And Not To Kiss Again Seems Like Pretending This Isn't The Ending Two friends, drifting apart Two friends, but one broken heart We love, we laugh, we cry Then suddenly love died The story ended And we're just friends And we're just friends Just friends, lovers no more Just friends, but not like before To think of what we've been And not to kiss again Seems like pretending This isn't the ending Two friends, drifting apart Two friends, but one broken heart We love, we laugh, we cry Then suddenly love died The story ended And we're just friends Thank you Thank you QuadFM98.1 News98 音乐五四三节目 我是马仕方 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下午三点 还有深夜十二点播出 今天在现场的来宾是 炎绝 炎绝今年二十二岁 刚刚发行他的生命中 第一张完整创作专辑 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 谢谢你的美好 这也是专辑名一首歌的标题 这张专辑又相信音乐发行 然后炎绝在发片 不久就在The World版了一场发表会 嗯 发片的隔天 是 然后呢 接下来当然锦罗密鼓的 这边都在跑通告 让全世界认识你 然后呢 刚才听说 七月份将会有大事发生 赶快来预告一下 对 那个大事就是大型演唱会 我的第一个大型演唱会 诶 等一下 那新人上市三个月 就办大型演唱会是怎样 这个要问公司了 对 真的 真的 我也吓到 在哪里 在台大体育馆 台大体育馆 台大体育馆 票全部卖完有几个位置 三千两百八十八个 恭喜你啊 哇 所以从现在开始 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七月几号 七月十八号 七月十八号 真的很希望可以召集到三千两百八十八个人 是 三千两百八十八张票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让颜角的音乐 喜欢他的人啊 都要在那一天赶到台大体育馆去领售一下 他在现场的功力 其实只要有我的专辑 是 就可以去换票 凭专辑可以换票 所以现在开始要加油努力 让更多的人知道你 呃 诶 你公司真的还蛮爱你的耶 真的 我真的很幸运 我真的很幸运 末师妈 等一下 我很想把黄婷再叫回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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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你很觉得为什么七月十八号 就要办这么大大的演唱会 这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一步 我相信会非常好看 但是这不是一个 唱片工业普通会做的事情 来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当然有很多原因啦 当然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考虑的 就是它能不能handle 是要放在一个大的场地去试炼一下 试炼 对 OK 然后因为其实它的音乐 我们之前的考量 就是说它的音乐听live band会非常好 是 因为它音乐很满 然后有很多细节 是 那如果在现场可以感受到 它那个vocal的穿透力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种享受 所以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 感觉到这一种享受 是 那当然从一个比较企划跟市场的观点 就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呢 如果我们不做一些比较显性的事情 是 让大家确实感受到 我们对这一个人音乐的信心 是 那可能大家就会比较不注意他的唱片 所以我们就是要告诉你们 我们对这个新人的完全的信心 就是在他发片的三个月 其实我们希望更早 但是因为场地的关系 可以让他在他发片三个月 他就有能力站上大舞台 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这个CD里面的音乐 它是真实的 是 因为它live不在那里给你看 对 那它有这个实力 没错我也注意到 炎绝这张专辑里面的乐器 都不是电脑做出来的声音 很多都是live的 能够用乐手就用乐手 对 所以整个音场录音的过程 我们听得出来 他用了很多 手工是很细的 而且对你自己第一次 就自己当制作人 第一次进入音乐室 手工很细 然后公司的手笔也很大 但是我相信你的现场演唱会 一定会非常好看 而且我相信你会是一个 给自己很大很高很高要求的人 你对这场演唱会你自己最想做到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做到一百分 然后就是我之前很多live的表演 在跑life house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 每一场回家 我可能给自己打分数 多于是六十八七十这种 因为我就觉得 我进步空间太大了 就是还可以在好的地方 那我就是希望在七月十八号之前 把自己达到我站上那个舞台 可以给大家一百分的表演 是是是 是我现在的目标 OK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期待 其实刚才黄婷说的也没错 现在这个时代 我想不管是不是唱片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 CD很难卖 但是相对来说 现场演出的场景 好像环境越来越好 不管是演出的环境的条件 硬体的条件 或者是听众的耳朵 我觉得都越来越好 大家慢慢在 慢慢在墊高我们欣赏现场音乐的能力 而且现在在台北 每天晚上都有很棒的现场音乐可以听 这个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现在像严爵这样的音乐人 反而特别占便宜 因为所有人只要听到你现场唱 就会投降 就会变成一个粉丝 所以听众朋友 你要记住这个日期 七月十八号 买一张严爵的CD 现在你随便去Life House 小小的Life House 看一场演出 也要个三四百块吧 所以一张CD的钱 我觉得并不是拿不出手的 而且 严爵这样的音乐特别应该听CD 因为它有很多制作的手工很细腻的部分 你听用电脑喇叭听MP3 哎呀 有点糟蹋 好 你可以 好 我的态度是这样 我觉得你要download 你要BT什么 好 你拿下来试听一下 听了真的喜欢要听真正的东西的话 还是要听下CD啦 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对对对 严爵出了第一张生命中的创作专辑 这张专辑是它累积了这个 从开始想做音乐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 从两百多首歌里面淬炼出来 最想抓告世人我来了 这样的一张唱片 嗯 接下来它正式地面对这个世界 然后正式地走出去 宣传集 对对对 作为一个乐坛的新人 当然会面对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不管是环境 现在环境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我们也知道 但是也有很多的空间 是以前前辈的歌手 可能没有办法掌握 像网路这个媒体 对 现在网路很厉害 对 其实我相信网路是非常非常好的 让你的音乐被大家认识的工具 你有自己的网站吗 有 我有Facebook 是 严爵爵士人生 嗯 然后也有匹克邦 OK 严爵爵士人生 嗯 所以我们只要在搜寻 已经打你的名字 严格的严爵士的爵 嗯 就可以找到这些相关的 网路上的根据地就对了 对 Google一下 应该签两个就有 好 呃 你会把你 最近在做的新的东西 往上丢吗 让大家偷听到吗 有耶 有时候我今天 做了一个小cover 像我最近买了一张 Stevie Wonder的album 它是2005年初的 是 A Time to Love 里面我很喜欢一首歌 然后从早上醒来 它就一直在我脑 就是脑海一直重复 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录下来 然后我就po上去给大家听 所以三不五时上去check一下 研究会有一些小小的礼物 送给你的听众 是 7月18号是一个 你的演唱生涯 自从出专辑之后 又一个大的事情 嗯 我相信作为一个音乐人 你一定对自己 还有很多的期待 刚刚你告诉我们说 五年之后 你希望你再作为一个歌手 你可以追上 Stevie Wonder的水准 讲的轻描淡写 我们听的是一身冷汗 但是我相信你做得到 谢谢 因为从你这张专辑里面表现出来的实力 我相信你是 你是可以达到这个高度的 呃 作为一个音乐人 作为一个创作者 作为一个演奏者 作为一个制作人 你假如说你有一个mission 或者你有一个梦想 或者是一个vision 你会怎么形容那个东西 你现在最想追求的那个方向 你会怎么形容它 嗯 我其实有一个目标 嗯 然后我不知道 这个目标达到之后 我会做什么 但是呢 我现在就是觉得 因为这个对我来讲 已经是遥不可及 就是我在 USC的那个学期 其实周杰然他有来我们学校 开一场演唱会 就在USC的Grand Auditorium 是是是 那我希望有一天 我也可以回到USC 然后站上那个Grand Auditorium 然后唱歌给 呃 学妹学 学弟们听 嗯嗯嗯 那就是 哈哈哈哈 一个很大的目标 但是就是我 现在的目标 是 这也算是某种 某种角度来说 这也算是一锦还乡啦 哈哈哈哈 换另外一个你的 另外一个精神上面的家乡 但更近期的就是 7月18号达到100分 是是是 呃 听众朋友 7月18号 颜爵要在台大体育馆办 升平第一场大型的个人演唱会 然后凭这张专辑就可以入场哦 那不要到那时候才买哦 这张专辑 谢谢你的美好 你要早点买 回去听 然后把你们的歌都学会 到时候才能现场一起唱 对不对 嗯 哈哈哈哈 乐团 乐团新人颜爵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分享了很多精彩的音乐故事 让我们见识了他的音乐实力 呃 在这边要先预祝你在这条路上蓬城万里啦 谢谢 谢谢师方大哥 你有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相信接下来的路会越走越宽广 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听看这张专辑里面很可爱的一首作品叫做 爱是咖喱 嗯 爱就是咖喱 为什么爱是咖喱呢 因为它是台语 爱就是咖喱再快 我输给你了 哈哈哈哈 很可爱的一首歌 以这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 谢谢严爵 嗯 谢谢 师方大哥 谢谢大家 你今天的节目是 因为我43 我是马师方 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 深夜12点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再见咖喱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